晚间的1800我们要聚焦是发生在桃园市巴德区正中午 您看到这起车祸发生 民众直击当下这辆公车不慎用力撞击到前方杀石车 由于整个撞击力道实在太猛烈 所以导致公车挡风玻璃全碎 车头直接凹进去 旁边的车辆目睹到整个过程下到报警处理 后来呢警销出动三台救护车 把六名伤患紧急送离 杀石车缓缓开在马路上 后面跟着一台客运 两台大车保持着一定距离 没想到过五秒 公车却从沙石车的屁股直直转了上去 猛烈撞击让公车反弹了好几下 旁边轿车近距离看到第一现场都吓出一身冷汗 两车距离不到一公尺 公车驾驶座前挡风玻璃全碎 车头往内严重凹陷 路面上还有车灯残骸 场面相当可怕 车内乘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摔的摔倒的倒 只能等待救援 后报有公车追撞沙石车 紧销火速出动三辆救护车赶往现场 但大白天两位学长好端端的 怎么会上演追撞戏码 让无辜的六名乘客紧急送医 车货就发生在巧克力街 和借售路二段交叉口 红绿灯旁大大的写着禁止左转 但仔细看沙石车事发前打的却是左转方向灯 疑似是看到只能执行又是绿灯公车司机没减速 才反映过来上一毛眼前却已经是沙石车的车位 闪避不及大力撞了上去 到底是公车司机恍生还是沙石车突然停了下来 相关赵子还需要等待后续离经 只有正常一事想你同样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